這次月全時是2019年以來的首次 而且極為罕見 因為它同時結合了三種月球現象 首先是超級月亮 此時的月亮最接近地球 看上去比它離地球最遠的時候大14% 亮度也增加30% 同時又是月全時 此時月亮完全籠罩在地球的陰影中 第三它還是血月 月時期間 陽光經過地球大氣層折射 散射到月亮表面時 使其變成紅色 血月紅色的深淺 取決於大氣層中雲或塵埃的多與少 本次血月呈現出的是淡淡的橙紅色 由於在民間五月的滿月被稱為花月 因此熱情的關心愛好者們 將此次月時稱為超級花雪月